王俊凯作为单红小生,随着喜欢小凯的人逐渐增多,粉丝数量在前几日猛烈突破盘5000万,就在大家都在王俊凯高兴并期望王俊凯可以走上更大更辉煌的舞台时,却不想突然一夜之间掉本十几万, 近日突然有信息称,在一夜之间王俊凯竟然掉本十几万,随后大家以为也许是清理僵尸粉,要知道王俊凯近期参加的新节目,也不断招来新本的加入,完全不可能不涨反而减少,八句信息爆料昨天看王俊凯的粉丝还是4950万,今天再看就变成4933万了,一夜之间掉本近20万, 让很多喜欢他的网友和小编一样未感难受,随着王俊凯综艺节目,中餐听了持续热播,收视率也是屡创新高,突然出现大批掉粉情况,让粉丝们深感疑惑,但忠实的凯端们很快调整,好心态用另一个方式,支持自己的偶像,接下来的一幕就是除了粉丝的安慰, 最明显还是粉丝数量,瞬间就再次涨到4940万,而且还在增加中,一位贴心的凯粉留言,安慰道,各位小螃蟹不要生气,喜欢他的人会一直都在,不管这次掉本是什么原因,我们都不要太在意,这样的增长速速可以说是很少有人能比的了, 也有网友表示,如果是官方清理僵尸粉,那么对于王俊凯来说是一件好事,毕竟大家的活跃度此时最重要的,所以小编也不能落下了,赶紧去给小凯打绑,不能再被清理掉了,这,一次虽然掉本严重,但粉丝们的做法让人观目想看,没有出现低落,也没有生气,只是安心的为小凯打绑,不少网友感慨, 如果是被人调反,那么粉丝又要开闸了,王俊凯果然不愧是正能量偶像,才能得到这么多忠实粉丝的安心打绑